如果我希望能夠一鍵完成 比如說剛剛的動作 如果你經常要做同樣的事情 同樣的公式要再輸入一遍的話 那當然最好是你就可以把它加一個按鈕在旁邊就好了 按下它自動輸出 不過輸出的話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利用公式輸出 這個好像前面我們講過 就是輸出公式 一個是直接輸出結果 兩者最大的差別是 一個是直接把公式丟到儲存格 一個是在PBA裡面算完之後再把結果丟過來 另外一個清除 OK 總共三個啦 所以我們後面有三個按鈕 三個按鈕要怎麼做的話 但基本上前面都有講過 只是說你可能要把這些熟練 當然如果說你做過程當中 哇沒關係啦 記得運動擺板上面都有 再不然的話我們論壇裡面還有影片 你就只要記得你曾經在哪邊看過 再把它調完 有沒有 我講過的東西 其實你都可以再重新再聽過 這個確保你學習的品質 其實你按鈕就慢慢慢慢 你可以寫越來越複雜的東西 以後你看到工作 你可以馬上知道該怎麼去做這些自動化的處理 那你可以真的很多地方串在一起 就被一鍵完成了 所以很多東西從簡單開始 慢慢把它串串串串 很快的話一個流程就做出來了 但剛剛講的這個地方 月考公式 所以轉寫的流程 一一定要回圈 回圈範圍一定是什麼 for i 等於第幾列 第13列到27 或者是第13列再從這個向下追蹤 第27 這個是後回圈 你打印一下 然後你打個net 再來怎麼樣呢 輸出到買一欄 Sales的I列的什麼呢 到點I欄 等於什麼呢 等於後面的東西 那我們直接把剛剛的公式負式貼到後面去 把這個裡面的公式貼過來 但是記得要改嘛 因為我講過 貼上之後它的列數要改 而且規則都有兩個 一個是什麼呢 如果有雙名的話 改正列的話 OK 第二個的話 如果裡面有列號 記得把它改成I 用I來改變它 OK 所以做法上應該還有概念 只是說可能熟不熟悉的部分 所以我一直強調 回去一定要做過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一樣 開發人員 Visual Basic 插入一個模組 這個一定要熟練 因為我們今天已經是第七週了 所以這個我想一定要熟 那如果你還不熟的話 回家一定要抽點時間 回家把它練習一下 插入模組 再插入一個什麼呢 程序 月考公式 所以基本上 反正就是這樣的流程 這樣子 這個都要固定的 以後反正 也不用信太多啦 反正都要整化流程 所以我做的過程都差不多 第一個範圍 I等於什麼 第13到27 或者是從第13列向下追蹤 再來做什麼呢 輸出公式 公式的部分的話呢 是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格 後面放什麼 那這個固定規則是後面的東西 這個等號 在這裡應該是指的是後面的東西 賦予到前面去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等號 很多同學一直被以前的數學概念 以前數學可能都是交等於是 就是把什麼呢 相加的結果放後面 那可是你一直轉過來 一直從小老師可不可以顛倒 當然是不能顛倒 因為這個規則是 VBA固定的規則 你只能發揮它的規則 你不可能說去變更它的規則 OK 所以就把後面的東西 丟到前面的儲存格裡面 應該有這個概念吧 如果空的就把它清除 如果你要放什麼 放公式的話 請把這個公式 複製起來 記得一定要取消 如果你沒取消切不過去 取消之後的話 再切到這邊來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那我剛剛講過 貼上之後有兩個規則 第一個看一下這個公式裡面 有沒有雙一號 剛好沒有 所以不用改 第二個的話 要把什麼呢 把裡面要變更的列好 通常會跟i是一樣的數字 這個有沒有 因為我要的病固定都是13 而是一直變動 OK 所以你如果要變動的話 你要把i放在這裡 跟放在這裡 這兩個位置 應該看得懂這個概念 OK 然後只是說你要怎麼樣把它放進來 這個都很重要 反正這個你熟悉之後 以後寫來寫去 大概就是這些而已 真的不會多太多東西 其他都是延伸的 那我是建議 你剛剛結局學不太起來的話 你可以真的把這些當飯本 反正我雲端上面都有 所以你要慢慢習慣善用雲端 因為雲端就是你隨時手機打開 也可以臨到我的那個雲端網址 你忘了沒關係 你就再把它打開來看就好了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放雲端 因為雲端真的是處處可以看得到 我想現在應該沒有網路了 而且吃到飽應該是很普遍 不一定吃到飽了 這樣我也是吃不飽的 吃不飽就是我 我後來發現我一個月也用不到那麼多 所以吃到飽的話 所謂吃不飽就是說 我大概只有1.5G一個月 因為我後來發現吃到飽有點浪費 而且不環保 對 而且要花很多錢 吃到飽的話 現在至少有個可能要 如果你是告知費的 可能要破千了 像我是用1.5G就好了 所以費用都很低廉 那你想說老師你幹嘛那麼節省 其實這怎麼說呢 你用不到那麼多 為什麼一定要消耗呢 就這樣去餐地吃到飽 我也不是很喜歡 因為你就是為了要 好像感覺有點像 你為了要把那個費用給吃回來 所以讓自己吃得很深 撐得很痛苦這樣子 好像也不好 你花了錢 結果反而讓你的身體 不是很舒服 好像也不太對 而且其實這樣對身體其實也不太好 還有一點 因為像我非常的吃虧 因為呢 我是素食主義者 我是不吃肉 所以你知道嗎 我去想吃天堂 都吃什麼你知道嗎 我都是 人家是那個什麼 很多肉吃到飽 我是生菜沙拉吃到飽 你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一直就是吃生菜沙拉 然後呢就點菜 你說我這樣怎麼划算 不過有時候沒辦法家人要去嘛 你總不能說 你們去好了 我在外面等你們好了 我找一個咖啡廳等你們 這樣好像又說不過去 不過你以前附了 總是就是吃些啦 所以這個當然 OK 所以這裡的話 意思是我要去變動 OK 把I的部分把它變動 那變動的方式的話 特別注意喔 前面講過啦 你可以把這13怎麼樣 你沒有忘記什麼 其實就是一個完整的四串 要把它切開 把I放進來 那基本上 如果你不太記得啦 你可以別口局嘛 雙以後雙以後移到中間 and的and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 那and的前後一定要空白 所以你再把它空白一下 這樣就OK了 應該瞭解那個邏輯 我有解釋過啦 所以如果你不忘記的話 請回頭看一下 應該不知道第幾周 好像第二第三周 裡面應該就有這個影片齁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把這個切的 這個I有沒有 因為這個13跟剛剛一樣 所以你要把剛剛那一串加的 又再把它放進來 所以口局的話 就雙以後雙以後 一到中間 and再一到中間換了I 那主要的雙以後 前後就是把一個完整的字串切開來 變兩個字串 前面是串 這個前面的是串前面的 後面就是串後面的 中間and符號怎麼樣 因為你要跟變數串 一定要加一個and的符號 OK 這個是固定規則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再去執行它 好 當然如果你覺得跑太快 你可以設中段點 那就去執行它 或者按F8 慢慢執行也可以 那這一行還沒執行 你可以按F8 中段點配F8 它就輸出了 所以這個時候輸出過來 你看一下 裡面實際上就輸出我們剛剛的公式 再來就是直接在執行 其他如果都一樣的話 那我就把它全部執行完畢 OK 你會發現喔 它基本上改變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這個13 有沒有13 那如果你下一個的話呢 因為I又nets了之後就加1 隨便14 一直推 OK 直到呢最下面一列 剛好就有7 OK 那這個是第一個 月考公式 第二個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做一個清楚 其實清楚很簡單嘛 就是把月考公式喔 把它複製之後呢 貼到底下 有沒有這邊可以 清楚啊 清楚其實差別在哪裡 把中頁可以delete掉 不就清楚了嗎 OK齁 好 那再來的話月考 如果你今天希望怎麼樣 輸出的話 不是一個公式 不是按下它 是一個最後的結果 那這個結果的話 實際上喔 跟剛剛的公式最大差別是 一個是丟出公式 計算是由 以Sale的試算表去處理 那一個是 VBA處理完 結果 再丟出來 兩者間的差別應該可以 可以理解啦 OK 那至於哪一種方式比較好 其實有的時候是看你工作需求 沒有標準答案 有的時候其實這個東西是可以 很彈性的應用 OK 有的時候如果你已經有固定公式 你不需要去改寫 成VBA的話 那最簡單的策略 就是直接怎麼樣 輸出公式就好了 那說真的啦 一般人不會特別去管輸 反正你看到結果就對了 OK 那至於說你要用哪種方式 你可以自己去全核一下 那這個好處是 如果你已經在Sale裡面寫完了這些東西 那你又不想說 那我要怎麼去改變成VBA的話 那其實直接輸出是最好的策略 這個其實還蠻方便的 OK 所以再不修改原來Sale的這個規則 直接丟是最簡單的 OK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它畢竟感覺好像 還只是VBA一般的應用 為什麼 因為它只是丟公式 它並不是真的在VBA裡面處理 那如果你要正在VBA裡面處理的話 那這個地方 你可以試試看 用那個想想看 直接輸出 那你說回圈一樣 For I 等於第三到最下面一點 那再來的話呢 我要處理的部分的話 那有點像是在Sale裡面 因為我們沒有特別的三 三poda 在VBA裡面有沒有類似三poda 如果有的話你就直接有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那可能你的規則 可能就要類似像這樣子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是固定的位置的話 比如說固定在這個位置 這幾個位置的話 我的習慣會用Range Range哪一個呢 Range D11 Range E11 Range F11 那裡面會固定嗎 如果固定的位置用Range 來表示比較簡單 那什麼地方用Sales呢 就是你那個後面的那個數字有沒有 會變動的話 會變動的話 OK 那我用Sales Range呢 跟Sales的敘述最大的差別是 Range後面放的是一個文字 有沒有 比如說Range什麼呢 這個是D11 那你會發現Range裡面一定要這樣子 可是Sales呢 後面刮虎第一個是Lib 你可以用 一定用數字 重點第二個呢 是Range 可以用數字 也可以用文字 那因為回圈 For回圈 一定只能用數字 你不能用For I等於A到H 沒有這種敘述 之前有同學真的寫這樣子 能不能跑 絕對不能跑 因為For回圈呢 他只能夠用數字 去敘述給他 你不能說For I等於A到H 這沒有這種敘述 他看不懂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只能用Sales裡面 剛好就可以跟For回圈 所以寫法上面的話 我想這個地方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基本上 也不會很複雜 這個敘述 其實你也可以從什麼 從上面複製 貼下來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 差別的 我把這個 先把它串在一起 基本上呢 寫法上 就我剛剛講的 輸出的東西呢 就是Range 有沒有 指的是什麼呢 其實你可以參考 剛剛的類似這個公式 來修改 公式裡面的話 有沒有 如果是有鎖定 哪一列 或哪一欄的話 那我會用這種方式 去代替 OK 有沒有 成上 一樣成 然後呢 後面這個會變動 13會變14 變15 有沒有 我用Sales 哪一列呢 I列 來表示什麼呢 這個13 後面的話呢 是哪一欄 所以D 然後加A 一樣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公式 就是從上面這個公式 而來的 那我只是做一個改變而已 應該可以看得懂 OK 然後呢 輸出的結果 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算完之後呢 再做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就完成我們的 這兩 這三段程式 那請先稍微試一下 VBA的第一種規則 就是 總共有三個按鈕 輸出公式 輸出結果 還有清除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三個按鈕 那個 他如果可以盡量自己寫 如果不行的話 那個雲端上呢 也會有 這三段 反正就一定是Sup 到EndSup 中間 一會兒 有 那個 誰 他 有 有 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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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